怎樣想都想不透 有問有機會 求數理前輩們解釋第二個等號的分子 是怎樣變成第三個等號的分子的 來 這是一題極限問題 這是書上的解答 那to answer原PO的問題的話呢 它其實就是用the binomial series把它展開來 那就去把它算出來 那我看了這個解答之後 一開始是覺得說這題好像很難很厲害 但是其實不用這麼多步驟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樣做會比較好 來看一下這個是極限 x 畢竟於0加 那分母是根號 x 五次方加 x 的七次方 分子是根號 x 減根號 sin of x 首先第一個步驟啊 其實我們只要上下面都乘以根號 x x 加根號 sin of x 這樣子其實就會簡單很多 那這個就是那個叫做 conjugate 的東西 那我們就把它上面這邊展開它 我們可以拿到 x 減 sin of x 那分母呢就不動 所以就是根號 x 的五次方加 x 的七次方 乘以根號 x 加根號 sin of x 欸忘記說了 如果你要用羅必達做這題的話會 yeah 蠻複雜的 所以呢怎麼辦 我們用 the Taylor Series for sin x 好 那我們就把它用 Taylor 展開式把它代替一下 所以上面就是 x 減 sin x 的 Taylor 展開式呢 是 x 減 sin of x 的 x 的三次方 加5 factorial 分之1 x 的五次方 減 打打打打 好 那這個根號 x 五次方加 x 七次方不動它 再來根號 x 加根號 來 sin x 呢做同樣的動作 好的 那接下來呢我們看到了 上面這邊 這個 x 減掉這個 x 呢 就消掉了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這個 負的乘進去 來 所以呢上面先整理它一下 我們拿到正的 3 factorial 分之1 x 的三次方 再來是 減掉 5 factorial 分之1 x 的五次方 接下來的其實不用管它 那分母這邊呢 我們看到這裡面是 x 的五次方加 x 的七次方 我們因式分解 x 的五次方出來 然後就變成乘以 1 加 x 平方 它們兩個呢還是在根號裡面 再來呢我們看到這一部分 我們把一個 x 的 x 分解出來 所以呢就是根號 x 加上根號 然後呢先把 x 拿出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 1 減 3 factorial 分之1 x 的三次 就是 2 次方 然後加上 5 factorial 分之1 x 的 4 次方 然後 點點點 好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一塊呢 就是什麼 就是 根號 x 的五次方 乘以根號 1 加 x 平方 因為這兩個裡面呢都不會是負的 因為 x 必須 0 加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做 那接下來呢 這一部分我們也可以把它拆開為 根號 x 乘以根號 1 減 3 factorial 分之1 x 平方 加 5 factorial 分之1 x 四次方 這樣下去 那我們會發現 這邊呢還有一個根號 x 嘛 所以就變得說 所以就變得說 我們可以 把那個根號 x 呢 再分解出來 變成 1 加 然後這個根號 1-3 factorial 分之1 x 平方 加 5 factorial 分之1 x 的四次方 這樣下去 好的 所以呢我們有這兩個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 繼續硬式分解它 這個跟這個呢 不是硬式分解 就把它放最前面來 所以我們這樣寫 把它寫好一點 極限 x 必須 0 加 來喔 最前面呢我們有 這兩個相乘嘛 所以是根號 x 的 5 次方 乘以根號 x 所以就是根號 x 的 6 次方 那就變成了 x 的 3 次方而已 所以就這樣寫下來喔 好的 那上面呢 我們其實也可以 因式分解 嘿嘿 x 的 3 次方出來 所以我們趕快這樣子做 那結果我們可以拿到 3 factorial 分之1 減 5 factorial 分之1 x 平方 然後加上點點點 那這個點點點呢 它們一定都會有 x 的什麼次方的 所以要記住一下 那接下來呢 分母 現在只剩下 這一位 所以我們要寫下來 同時呢 還有這一位 也把它寫下來 這是 1 加 根號 1-3 factorial 分之1 x 平方 加 5 factorial 分之1 x 的次方 這樣下去 好的 那相信呢 大家已經知道 接下來要怎麼走了嘛 這個跟這個消掉 那最後呢 就是把 0 帶進去 那我們會發現很多人都會有 x 嘛 所以呢 像 這一部分就會變成 0 然後之後的都會變成 0 那這一部分也會變成 0 然後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都會變成 0 所以最後 然後我們就只需要看 上面是 3 factorial 分之1 下面是 根號 1 乘以 1 加 這個根號 1 所以就是 6分之1在上面 然後下面是 2 所以最後呢 就變成了 12 分之1 這樣子呢